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精灵区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刚刚发售的独立游戏,名字叫做边界之外,Out of Land 这是一款充满了奇思妙想谜题并以独特的2D风格全手工绘制的冒险游戏 在游戏中,巨大的机械臂从天而降,曾经的家园变成了冰冷的工厂 为了解开这一切灾难的真相,主人公San带着他的长矛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游戏没有大量使用文字或者花歪音,而是由玩家对探索的好奇心与世界的互动来传达故事 你需要活用手中的长矛,克服一系列的障碍和谜题,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中追求自由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啊,这游戏的美术蛮好看的啊 来吧,开始游戏 其实看起来有一点像孙悟空啊 不知道,你们待会看一下啊 就是感觉这个造型像不像一个猴子啊 就是感觉有一点像孙悟空 哎,这个黄金方块是什么?就是它的武器长矛吗? 哦,还不让够 这个画面很好看啊,这种水墨手绘风 哦,上面有蓝色的这个方块啊 但是我们刚刚那个是一个黄色的 金黄色的方块啊,应该是比较 哎,它在这儿 哇,这棵树上好多方块啊 哇,刚刚吓我一跳啊,这是什么啊 这就是那个机械臂吗? 哦,哇 Out of Lime 边界之外啊 有些中文名字叫做 这游戏的中文版是那个独立方舟发行的啊 也感谢他们提供的这个视网码 既然这个又白调了一款游戏啊 来吧 看看这边有没有东西啊 一般有时候有些人他是会在这藏东西的 能不能跑呢? 只能跳 哎呀,捡到了一个什么蓝色的方块 但是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它这个游戏的配乐做的也蛮不错的啊 很空灵这个音乐 哦 这个方块难道是这个树的样 就是能量源吗? A键是跳跃啊 那个方块直接附着在了那棵树上 这里怎么过呢 哦 那个黄金的方 方块来了哦 你看 就是他变身成这个棍子之后 不觉得更像孙悟空了吗 二臂瞄准 我们来看一下 二臂瞄准 然后呢 哎,哎,哎,哎 我人好像是不能往前走啊 哦 哦 就是 我们是可以 哎 这不行啊 这里我们 我们怎么走啊 哎 完了完了 我人又往前了 哦 应该是右摇杆瞄准啊 我老是用左摇杆 这样的话 哦 就可以踩着他过来啊 RB 然后可以把它回收回来 OK 好的 哎,我这里应该有 这棍子感觉就是我们的一个垫脚石嘛 对不对 你还说你不是悟空 X加这个推动他 我们可以推这个往前 啊 啊 推不动了 但是我们这边已经可以 把棍子给插上了 OK 来吧 哦 哦 呦 这里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吗 他们都在往哪跑啊 哦 这个巨大的机械臂好像在这抓人哦 哇 到处都是这种可怕的这种爪子在监视的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要如何拯救这个世界呢 哎呀 他们跟我们挥手告别啊 啊 这里我们应该 要把棍子插在这儿 哎 不是啊 也不对吧应该 这里我们应该把棍子插哪 啊 哦 好像跟棍子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谜题 啊 这里我们就推啊 对 就把这个给推过去压制就好了 一开始的这些谜题还都是比较简单的啊 不会一上来就给你哦 哦 我们又找到了三个能量石 嗯 感觉这明明就是悟空吧 我们应该这 这里应该是要卡住这个齿轮啊 是吧 哎呀对 卡住齿轮他就没法动 这个棍子 还挺万能 讲道理 这里应该要用棍子 哎 这里好像 这里好像 里上边也要踩对不对 这里要踩两个才行 这里我们看一下 先把这里给卡住 好 好 然后 这边我们推这个石头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 那再把这里卡住 啊 你就可以走喽 来吧 如意金箍棒 这里我们怎么上啊 看一下 哦 哦 哦 这里是可以直接 我以为这里是要跳上去呢 哦 就是出来了个 橫色的这个 哦 把我们的一个猴子给抓走了 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能被这个爪子照到啊 我估计这里应该是 我们不能从这直接过应该 试一下 试一下 哎 好像没反应啊 我们走一走试试 哎 他这个好像没反应 应该是只能经过一次啊 就他亮了红灯 然后我们就不能回去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过啊 哎 哎 哎 直接掉下来了 然后把这里给 好 固定住啊 继续往前走 他这个美术风格真的很好啊 X加 哦 可以用这个金箍棒控制这个 哦 然后我们把金箍棒收回来 我们就往前 然后再把这里给卡住 哦 可以啊 可以 有了如意金箍棒是吧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这真的是 哎 这里 这里怎么过啊 这里我估计应该是要先跳过去 我们试试啊 哎呦 我想扔得有点 太矮了 哦不对 所以这里应该是要先这个 先把这个给拉过来 哎 然后把这个推过去 好把它给拉回来 看来它的谜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金箍棒来做的啊 啊 这里我们就还是跳过去就行了 嗯 就可以直接过来 哎呦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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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这里不能被这个红色的灯给照的哦 那我们这里怎么过啊 哦得躲一下 这里有一块是被照住的 快点走哦 这里有一个石头 这石头应该是有用的 我们挡一挡 啊 这你能抓到我 感觉你这个判定不太 不太对啊 感觉我刚刚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再往前走一点点就行 它可能是照到了某个边 对不对 这里我们要小心 这里我们不能前 这里好像是不能停的 要一直往前走 要不然就会被它抓到 哎呦 就是那个石头压上去之后 我们马上要跳走 好吧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 但我感觉它的光明明是照不进来的呀 刚刚为什么照到我了 是这个上面是空的对不对 好快走快走快走 OK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这个 应该是要打它一下 是吧 是吧 果然 哦 就知道 哦 不能收回来啊 哦 可以收回来 那我们怎么上去啊 哦 已经到底了 你看那边的那个小猴子 跟我们打招呼 就感觉很悲凉的感觉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整个游戏的这个氛围 哦 这里是要双人解谜了 开始啊 啊 他给我们 好 他给我们 做了一个桥啊 让我们过了 哎 不行啊 这里啊 好 跳 他这里 哎呦 哦 这里有收集品 我们下去收集一下 好 这里是开始双人解谜了 也不能说双人解谜 应该叫双线 感觉平行解谜 OK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哦 哦 他在下边帮我们踩了一个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哎 哎 哎呦 这里我们要固定住的 这里我刚刚没有固定住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这里我们把它给卡一下 呃 哦 不对 这里是要要拉上去 好 把这里给卡一下 OK OK 好 然后这里啊 我们 把它卡一下 哎 这样他就算走过去的话 我们这边也不会掉下来啊 OK 好的 好 哦 他也有棍子啊 怎么回事啊 但是他的棍子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棍子 它是我的分身吗 还是 这里我们卡一下 哎 好像不应该卡 是不是 好像不应该卡 哦 哦 要卡上去 要让他走到 就是走到中间的时候 好 OK 这边要让他在中间挺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我们可以帮他把路给打开 然后把这儿给卡死 好 你可以继续往前走吗 他怎么不动呀 这里是怎么捡你呀 哦 这里是这样子捡你 我帮他把三道闸闸都给打开 OK 哦 哦 这开始boss杖了吗 哇塞 我们直接 这我们在这儿再卡一个呗 呵呵 哦 看一下这里怎么弄啊 要把他给运过去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我也过不去吧 哎呃 啊 这里应该怎么捡你让我们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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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停在这儿的时候是会变的 我们要让他变成背面朝上 哎呦哎呦过了又好 好 这样好像也还差点 哎呦好像不出 这样差一点 OK这样应该就OK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儿跳过去了 哎 完了这扔高了 应该扔的稍微矮一点 哎呦 不对啊这里我们看一下他的角度变化 OK 这样哎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然后 哎呦我们这跳得上去吗看看 哦跳上了 嗯 OK我们上来了 太好了 哇这里 哦哇塞 这里好猛啊 对我们是超过 哦 我们我们要掌握这个规律把它送过去啊 嗯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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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塞 这里怎么搞啊 嗯 嗯 他这每一个节点都要给他动一下 OK 这里不对哦这里我们看一下怎么给他动 OK 这里应该这里应该插一根棍子的哦 有点气 来了 哎呀好像过了过头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OK 嗯这样应该就可以啊 应该我们是能过去 然后在这里插根棍子 啊我怎么掉下去了啊 可能是他的背面不让动 我们再来试一试啊 来吧 这里别动太多啊这里 这里我们看一下给他一个 往上 往上 这里是 这样啊这样应该可以 等会儿 哦其实他是两个两个绑定在一起 OK这样应该就OK了啊 好啦这我们就过了呀对吧 走了 哦感觉 感觉 感觉是 哎呦 是不是要boss杖了呀 在这个地方好害怕呀 胆小无助啊 这是什么啊被拉上去了 我们赶紧跑啊 趁他收集物资的时候 我们赶紧往前走 哦 吴槽 谁说我们可以躲在这儿吗 哦我们要躲在箱子里被他给拉走是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就我们要躲在这儿然后被他给拉上去 因为这里没有路了呀我们要上去应该只能靠这个触手把我们抓上去 这个来吧把我们抓上去啊好吗 OK 把我们给抓上去啦 他应该也看不到我们 酷的哦 bro 哇 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呀 你看这个爪子上还有这种紫色的这种烟雾啊 他感觉他们好像也是被人给控制了 哇 哇 这里是啥呀练装场吗 OK我们把他给撑住啊 要不然我们就给打起来 好 撑住他 好的 金箍棒可真好用啊 谁不说啊金箍好 哎呦 这小猴子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你看他的就是一根铁棍我们的是金色的 我们是金色传说有没有 哦 他给我们拖了一条路啊 哎 但我跳不上去 哦 我自己要在下面再插一根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吧 啊 谢了bro 哎呦 啊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这里怎么又有啊 哎呀 他这里在这里好快啊 我们等一下哦 看一下他有两个 好 这里我们哦哦哦 天呐 我们就要把队友给送过去要让自己不要被抓到啊 这好难啊 我的妈呀 好难哦 我们让两个都过去啊 哇这个心惊胆战的感觉 好刺激啊 这游戏做的是真不错啊 我操 这家伙要干嘛呀 哇 快哦 我们的队友好棒啊 他把上面那个 起重机一样的巨大机械给弄下来了 把那个触手给砸死了 感谢我们的同伴啊 哎呀 他跟我们 他跟我们挥手告别了 他被搞死了 不要啊 不要啊 又只剩下我们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这是什么 是要让我们一直往前跑是吗 这是一个追逐站啊 哎呀 这我扔的晚了 快跑啊 快跑啊 这里我们要提前准备好扔那个 刚刚都是扔过妖管啊 这里怎么过啊 他怎么在上面啊 哦 正好他把 他把路都让他打开了 哇 哇 好害怕 哎呀 哎呀 这里 这里要把路都给招回来啊 来吧 这我们等一等啊 等一等他 来吧 好啊 这里把他给卡住 哦 哦 快跑呀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 一个小boss了 哇 我们跳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 哇 这游戏真不错啊 真不错 感觉这个氛围营造感 跟小小噩梦有一拼 哦 哇 而且这游戏的画风真的很好看 好棒哦 这游戏 这么好的游戏之前其实都没什么宣传啊 我之前其实 就是在那个steam试玩节上看到了 OK 又可以给这个树增加一些能量了 OK 好了 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游戏名字叫做 Out of Lime啊 边界之外 然后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steam平台 应该未来也会登录switch 在内的这个主机平台啊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样一个冒险 动作冒险解谜游戏啊 游戏的氛围营造的也非常好 个人非常满意这款游戏啊 好了 这里是主机游戏苏报 我是你们苏报君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